水里念着祈福池给予学校最大的祝福 以京剧歌仔戏等戏曲为名的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虽然并没有园民乐舞相关的科系 但校园中仍然有不少的园民学生 因此校方为了让学生们 对于自身文化有更深的认同 以及给予学乐跟生活上的辅导 而在29号正式成立园制中心 我自己本身进到这个学校之后 我就认为园民的同学 一直是我们学校的主力 所以在这一年半的时间 我把它成立起来 虽然说不敢是很轻松的成立 但是也真的是非常辛苦 目前主修京剧学系的 卢凯族学生谢乐说 园制中心的成立 不仅让他们有更多资源可以利用 也希望学校未来能带着他们 一起去认识自己的文化 像校内的原住民 其实就是从小都在台北 所以可能不太会接触到 自己家乡的文化 所以希望以后也可以跟着 我们学校去招生推广的时候 可以多注重这一块 校长也期望园制中心的成立 能将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元素 带进学校 融合不同的传统戏曲中 让各族群的学生 都能有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 我们希望说这是一个起点 列车开始启动了 那我们希望说让这个列车能够 能够使向社会 使向国际 然后让原住民的同学们 在这边能够展现他们的多元才艺 请接牌 原汁中心也表示将来会带着 这些原民学生走进部落 让他们慢慢接触 找回自己的文化 原汁新闻Lavaoce 烏溜台北市采访报导 这些原汁新闻Lavaoce